哦 哦 我知道你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眼看到我 哇 帅哥 哇 帅哥 什么时候让你心动 哦 应该是 你在新加坡的时候 你在那个 嗯 不是要去澳洲 哦 对对对 哦 你是说我 在那个电话亭打给你吗 对对 你就在那边哭哭哭 哭到很惨 因为那时候我要在新加坡转机 去墨尔本读书 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刚谈恋爱 我们头一直分开嘛 对对 然后你就 哭哭哭 对 我也哭啊 一起哭 就一起在那边哭 对 越哭越惨 对 然后哭到在那边 对 然后话都说不出 说不出 出来了 对 就一直哭哭哭 对 哪一刻对方让你觉得 他是你想要携手一声的另一半 我觉得好像有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在澳洲一起 打拼 跟我的答案一样 真的吗 我们对方的付出 对对对 就是我们互相的付出 互相的 在那边一起 比如说 打理好家 然后 一起去学校每一天 然后去做工科啦 毕业啦 毕业啦 考试啦 然后遇到的困难 一起去解决啦 对 就好像真的是生活在一起了 让我更加坚定的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陪我一起照顾我妈 就是跟我一起分担我的痛苦 然后陪我一起飞到很多地方 然后去照顾我妈 陪她 对这个是让我觉得 就是 这个人我一定要跟她一辈子 嗯